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上课 经过一番计划 萌新鱼决定正式开始学画画 但是学画画 没有撤手的工具怎么行呢 我要去买 对 去书店 转了一圈后 感觉书店的东西不够全呀 要不我去淘宝看一下 逛了一圈淘宝后 这都是神码 我不知道买哪个呀 诶 等等 我关注的这个UP主又发新视频了 哇 这是什么 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我也要用这个工具 有了这个工具 我一定可以画好 嗯 好贵啊 但是 为了梦想 拼了 三天后 我是不是有一双假手 为什么我画得这么长 一定是这个工具不适合我 诶 我关注的另一个UP主直播了 诶 它用的是什么 感觉好好用 我也要买 最后 感觉买了一堆假的东西 而且自己还有一双假手 如果你也和萌新鱼一样 那么 恭喜你 你发现了一期非常有用的视频 这次呢 某鱼将会详细的 为大家讲解一下 新手应该如何用更少的钱 买到更合适 更好用的工具 现在我们就来讲解一下 叮咚 如果 我只有五块钱 我很穷 是不是就没有资格画画 当然不是 画画 只要你想 就一定可以 五块钱 可以买复印纸 加 陈光自动铅笔 或者 真彩木头铅笔 加真彩橡皮 一支铅笔走天下嘛 如果 我有五十块钱 马克笔是有点买不起了 咱们可以先练练线稿 也可以加一盒十二色彩线 这个时候可以继续用打印纸 也可以买好一点的纸试一试 或者直接买个本分 打印纸 或者 巨匠小爱神万化原稿纸 或者我用的马克笔纸 加上 马可 或者 灰伯加木头铅笔 加樱花小号 或百乐小号橡皮 加 美灰 或 三菱真管笔 加 灰伯加 红和十二色 彩铅 上面说的 大概加一下 15加1 加4加6加24 正好等于50元 当然了 这是理想状态 钻笔刀之类的 我也就没跟你们算了 如果对楼下小卖部的钻笔刀 非常不满的话 我推荐你们购买某鱼同款 灰伯加双孔钻笔刀 6块5一只 还是挺耐用的 另外补充一句 如果想练习素描 成本也是非常低的 像是雪山啊 孙恩爵啊 康颂之类的素描纸都可以 康颂就比较贵了 但是真的好用 擦的话也不会起毛 但是它比较贵 所以还需要斟酌一下 然后就是 马可 玛丽 惠伯加 三菱 老人头 施德龙的铅笔 中华就不要买了 真的不好用 还不如多花几毛钱买马可 橡皮的话 就买一块钱一块的那种 素描橡皮即可 如果我有一百块 有一百块就可以买一些马克笔了 不过只能买国产踏尺 就买30或40色的国产踏尺 加上刚才前面说的50元签笔橡皮 这本笔套装 但要提醒一点 马克笔40色是不够的 萌新练手还可以 可以用彩千鼓柱 依然可以购买红盒的 惠伯加彩千套装 这个红盒12色 它是不包含白色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买一只白色 那个淘宝店也是有卖单只白色的彩千的 你们可以买一只 另外可以配一块可塑性橡皮 擦蛋线稿非常好用 牌子呢 推荐辉博家 花马克笔 别忘了高光笔 买马克笔赠送的高光笔 真的很难用 因为它高光笔 6块8一只 就可以用很久 30高光笔 9块9一只 两者区别在于 樱花的笔头比较细 可以刻画细节 但是覆盖性一般 30的笔头比较粗 但是覆盖性非常强 此前起来某鱼个人认为的最佳方案是 国产踏尺30色或40色 加辉伯加红盒手游性彩千12色 加辉伯加白色彩千单只自选 加辉伯加可塑性橡皮 加樱花或30高光笔 如果我有300块钱 现在是不是有人要问了 那200块怎么办 200块的话 就同上了 只是多买一些国产踏尺而已 有300块钱的话 就可以买一些稍微好一点的马克笔 比如华裔WE双头马克笔 这个牌子呢 是我无意中发现的 颜色感觉很漂亮 比斯塔便宜 可以试试看 或者买法卡乐一代或二代 只是买不到更多的颜色 橡皮方面呢 我还是推荐百乐樱花 或者是蜻蜓 灰伯加某一个人是用不惯的 虽然说橡皮屑很少 但是特别容易擦脏纸 不过灰伯加的可塑橡皮是真的不错 这个牌子就看你们个人的选择了 尽管笔的话 黑色建议购买美灰或者三菱 樱花不推荐买 用樱花很多年的某鱼亲身体会 樱花笔头比较软 虽然很顺滑 但是容易坏 价格也并不比其他的牌子便宜 主要是樱花这个牌子它比较大 网上呢 假货很多 新手特别容易买假 彩色真管笔呢 推荐买无竹 非常好用 听说最近呢 美灰也会出彩色真管笔 作为美灰真管笔的粉丝呢 鱼还是挺期待的 彩鲜也可以买多一些颜色 如果不专门画彩鲜 我觉得48色已经够够了了 灰国加红和水溶线彩鲜 性价比就非常高 买这个就够了 基本上队友300块的小伙伴 某鱼给你们制定了以下三个方案 第一 更多的马克笔 华裔W1 108色 加樱花自动铅笔 加百乐或樱花或清瓶泡沫橡皮 加辉伯加可塑橡皮 加马克笔纸和高光笔 上面已经说过了 就不多做赘述了 第二个 更好的马克笔加彩鲜 达卡乐一代或二代 72色或四塔80色 加辉伯加使用性彩鲜48色 加上面说的那些铅笔橡皮之类的 第三呢 也可以牌子混用 国产探齿 加法卡乐或者四塔 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国产探齿虽然质量不好 颜色还是过得去的 尤其是浅色 和法卡乐的深色搭配很不错 不过这第三个方案并不适合于新手 因为需要适应好几个牌子 配色上呢 也是毫无头绪 第三个方案仅仅适用于 曾经用国产踏齿用习惯了 想要买好一点的笔 但是钱不太多的小伙伴 如果我有500块 就可以考虑更好的游戏体验了 就是软头马克笔 某一切声明一下 软头马克笔主要剩在笔处上 墨水方面基本上是没差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把软头 抬到太高的位置 毕竟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虽然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但是画技终究不是笔可以决定的 大处就算只有一个木头铅笔 也可以画出很牛逼的 500块呢 买软头全色还是不行的 我们可以和硬头结合 肤色套装呢 首先是需要购买的 法卡乐或者美灰的肤色都很不错 法卡乐胜在颜色丰富 美灰胜在颜色比较柔和 还有低重力自动铅笔 史德楼 樱花 太通 红环 这四个牌子的低重力都很不错 价格方面呢 樱花是最便宜的 有人问我五印良品的低重力如何 曾经我是觉得五印良品是很不错的 但是自从近期樱花出了低重力 我觉得同等价位中 樱花是完胜五印良品的 史德楼和派通越贵 但对了起这个价格 红环呢是真的很贵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并不适合画二次元插画 并不推荐购买 所以呢 接下来是500块的最优搭配 第一 更好的绘画体验 但是颜色不够需要彩铅来补 法卡勒肤色套装或美灰肤色套装36色 加法卡勒或斯塔硬头72色 加灰伯加红和属容性彩铅48色 加樱花或史德楼或派通低重力自动铅笔 加前面已经说过的真观笔啊 铅笔啊 橡皮啊 纸跟观笔等等 这些就不多做赘述了 第二 更多的颜色 更丰富的画面 不需要特别多的彩铅 继续用国产Touch全色 加更多的法卡勒等硬头 加真观笔 纸等等 铜上 如果我有一千块 那就可以不用在外的颜色不够丰富 而去考虑国产Touch 但是还不能买软头全色 另外还可以考虑入法卡勒补充液 七块钱一只 可以给马克币充能 很不错的选择 这边某一说一下 国产Touch也有补充液 但是不推荐购买 因为国产Touch的笔头质量真的很差 用完墨水 基本上笔头已经报废了 补充液也是多此一举 何必浪费这个钱呢 对吧 还是两个方案 第一个 更多的软头 不够 可以用彩铅来补 法卡勒或美灰软头72色 或者100色 加 灰波加 使用性彩铅 48色 加常用色 尤其是浅色的补充液 加铅笔啊 橡皮啊 什么的上面已经说过了 就不多做追说了 第二 更多的颜色 结合少量软头 法卡勒或斯塔硬头 100色以上 加美灰或法卡勒 肤色套装36色 加常用色补充液 加铜上 自动铅笔啊 之类的这些东西 另外呢 高光墨水也可以考虑一下 无竹高光墨水 覆盖效果相当不错 而且可控性比较强 水彩呢 马克笔呢 都可以用 如果我有2000块 那基本上就可以在 中高档马克笔区域内 为所欲为了 法卡勒美灰全色 低重力自动铅笔 还可以试着买一些 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虽然或许用处并不大 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用 比如 日本内填制图羽毛刷 比如 桌面吸尘器 比如 马克笔收纳包 比如 扫描仪 等等等等 好的 我知道 在当我收到2000块 这个档的时候 是不是就已经有人 发弹幕了 甚至1000块的时候 也已经有人问过了 Cotik呢 心寒Touch呢 难道我2000块都有了 还不能买个Cotik吗 当然可以 心寒Touch好不好用 某一只不说了 因为我也没有用过 价格呢 比美灰略贵一些 但是也可以接受 是个不错的选择 至于Cotik 我个人是不会买的 不说价格单只是28亿只 买个几十色也是可以的 对吧 但是作为一个用量比较大的 绘画主播 我真的养不起 补充液也要50多亿只 是真的是买得起养不起 而且全色呢 300多色要1万块 作为一个马克比爱好者 不凑够全色 怎么能满足我的强迫症啊 对吧 所以买Cotik请慎重 当然了 这只是我自己的个人意见 有2000块3000块 甚至是1万块的土豪 你们想买可以随意 还有一些收集聘 想要一点一点买 我也不拦着 总之呢 不接受任何KY 最后给各位萌新一些关于买画材的建议 来 大家看黑板 第一 没有毫无用处的画材 看你自己的需要 以及怎么运用 我们可以先从便宜的开始练手 之后慢慢的买好一点的画材 也可以发挥宁缺物烂精神 总之呢 静下心来画画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 明确自己需要什么 不要看到大佬种草 就盲目跟风 你要知道 大佬的手才是最重要的 画材只是辅助 永远成不了你的技术 第三 网上买画材 最好还是去天猫店之类的正规认证店铺 网络上假货很多 就比如说樱花针管笔 很多人买到假货却不自知 然后过来问我 为什么我的樱花针管笔会被擦淡 会被笔晕开 同学 你可能是买了假货 另外 千万不要贪图便宜 很多人都是因为贪图便宜 才买了假货 得不偿失啊 各位 第四 记住 一分价钱一分货 性价比是建立在价格上下差距不多的情况下 谁也不会说二十多块钱一只的COPIC 不如三块钱的法卡乐好用 是一个道理 所以不需要过来问我 两个价格差很多的画材 哪个比较好用 肯定是贵的好用啊 对不对 第五 没钱不是最可怕的 可怕的是 打着没钱的旗号 不去努力 钱 可以攒 可以赚 画财也一样 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 某鱼也只是从 只有朋友送的三十色国产踏尺 省吃点用一个月 才买得起八十色国产踏尺 得到现在攒了这么多画财 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要相信自己 不试着去迈开脚步 就永远都看不到前方的风景 第六 记得给这视频 点推荐 投硬币 加收藏 还有记得关注某一个微博 只有这样 萌新鱼才会高兴 萌新鱼高兴了呢 才会给你们做更多高质量的视频 听说你们对我的桌子很感兴趣 好 那我就拍给你们好了 好了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这一期内容有点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看完呢 这一期就不留作业了 但是大家在画财上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戳这个微博 某鱼平时使用的工具呢 基本都是在微博置顶 包括购买店铺 大家也可以不用私信某鱼 直接去找就好了 接着坚持画画呀 工具备好了 也练习了好一阵子画画 为什么还是觉得自己进步不大呢 下节课 某鱼将会带大家一起 走出萌新基本都会犯的几个误区 大家有什么绘画上的烦恼 也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 好 下课